大学生勤工减学是值得提倡的 他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还可以锻炼学生的社会经验 不过南京有两个大四学生的创业 可以算得上是不走寻常路 他们在校园里摆摊 烤起了红薯 别说这学长红薯 生意还真不错 下午三点多 记者来到南京体育学院校门口时 学长红薯已经早早的出摊了 摊主李凤奇 卢西西正在忙着生活 考制今天的第一批红薯 李凤奇向记者介绍说 他们都是南京体育学院体育系大四的学生 以前也做过小生意赚点零花钱 而烤红薯这个主意 还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创业之举 我和我搭档嘛 两人都有彼此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晚上时间是空余的 我们学校没口 我们有卖红薯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做红薯的方面了 看准了这个市场空缺 他们上网花600元买了个专用烤炉 去市场批发了红薯 蜂窝煤等原材料 又给红薯摊子贴上了醒目的招牌 学长红薯就这么开张了 不过在家都很少开火做饭的两个小伙子 刚开始还真被烤红薯难住了 头一批烤出来的红薯都成了失败品 索性全部送给了学弟学妹们免费品尝 刚开始烤的时候有想过这么难吗 没有 有个就是很简单 在里面就可以了 是不是待会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原来当时我们自己买吃的感觉就很简单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红薯烤的时候 说要么就是一边变黑了 另外一边还没熟 还有的就是红薯的品种也不一样 有的就是刚刚像这种 红薯的品种刚刚不好 一不翻或者说翻多了 它就变成变坏掉了 比如说破皮了什么样子 然后后来我妈就火控制的差不多 然后五六分钟翻一次 然后慢慢就又好又好了 现在学长红薯摊已经成了校园里的名小吃 生意相当红火 学弟学妹们来购买烤红薯 可不仅仅只是冲着口味 还冲着学长的信誉 烤炉边上写了醒目的提醒 如果红薯有没熟或者烤坏的 下次可以换一个好的 小李和小卢说 为了保质保量 他们决定每天限量 只卖两炉烤红薯 很多吃不上的同学还跑来预定 对天天来买 天天同学嘛 本来想一开始 刚刚开始的时候 想照顾一下生意 对吧 后来发现想买还买不到 做的挺好吃的 然后买的人也非常多 然后晚上经常排队 靠着卖学长红薯 小李小卢现在一个月可以收入两三千元 他俩告诉记者 明年就要毕业了 卖红薯的这段经历 为他们积攒下了宝贵的社会经验 攒下的资金也将用于今后的创业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